好 那么呢 我们呢 找一颗球来看 我选到一颗新的材质球 选到一颗新的材质球 到底下的Map 底下的Map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呢 这Diffuse先打勾 打勾 打勾以后按弄下去 那比如说呢 我们找 我们找一些图片 只要前面是四方形的都可以 只要前面是四方形的代表都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选这一个 好 选这个以后啊 选了这个以后呢 那么我们按OK 好 又进来了 进来以后啊 那么呢 各位呢 你看到的 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所看到的这个 就是跟这张图有关的设定的内容 如果说你这边呢 不做任何设定 你紧接着要回去设定的是你的反光区域 你就到右上角 这个Go to pattern回到上一层 回到上一层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它的反光区域 它的反光区域 让它呢 比较有这样子的反光的质感产生 好 按住抓到你的球上面 抓到你的物体上面 接着我们再去怎么样 再去做我们的设定 那么呢 假设 各位 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对不对 这是磁砖嘛 磁砖 好 那你注意咯 假设呢 我们呢 我们现在呢 回到我们MAP 打开 好 刚刚是从这边设定的对不对 我把这个按钮 这是刚刚这个Diffuse Color的按钮 我再把它按一下 它就进来了我们这个图片设定的部分 对不对 注意 我们看个Tiling Tiling Tiling 有没有 这个东西叫做排列组合 这个东西叫排列组合 各位 只要记得 U代表X轴 U代表X轴 V代表Y轴 为什么呢 因为U代表水平 V代表垂直 假设我这边把它改成5好了 这边呢 也改成5好了 OK 现在呢 OK了以后呢 我把它改完哦 好 这边我再重新的 就把它设定一下 有没有 它就会变成排列组合变缩小 本来 横的 直的各一排 现在变成横的 直的各5排下去 质感就是不一样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是比较常用 这是我们这边所谓的排列组合 横的 直的 A轴 Y轴 你要各几个 当然你两个不一定要一定要一样啦 比如说这边只要两个的话呢 那出来的就是像各位现在所看到 变这样子 它会变成不一定是正方形的 可能变成长条状等等 所以这边的话呢 各位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做看 那么呢 我们把萤幕交给各位 好 这个调点 T-I-L-I-N-G T-I-L-I-N-G 就是我们所谓的排列组合 这边的排列组合